大法官尤博祥 他是针对反质询的定义 他的这个话 这句话说的特别特别好 就是因为我们大家都说过 就是说这个反质询定义不明 大家知道就是国民党的 检察官吴宗献 还在德国之声媒体问他说 那反质询到底是啥的时候 吴宗献说 等判两个你们就知道了 等这个法条运用起来 台湾出现几个受害者 你们就知道啥是反质询 反质询定义不明 大家一直都讲 所有的人都在说这个法条的问题 那但是呢 就是犹大法官他提出的一点 其实就是说 他明确的指出 其实连洪国昌都认同 官员可以辩解 那个法条中写的是不能反质询 而从根本上 犹大法官就指出说 其实所谓官员 质询立法委员是做不到的 因为立法委员没有执行政策 制定政策的权利 犹大法官把辩解和质询的区别点出来 就是什么是辩解 什么是为自己的政策辩解 辩护 那什么是质询 那其实黄国昌的意思 他真正的意涵 其实是说你不能可以辩解 就是我给你泼脏水 你不可以辩解 那犹大法官其实透过他这个解释 其实让黄国昌的这个底色露出来 我觉得很棒的一段 给大家放一下 您找一下您的答辩书 找到了吗 好 第十页 所以反质询也不会违反明确性原则 您是这样讲的 因为质询没有违反明确性原则 所以反质询也不会违反明确性原则 这样的陈述其实在我看起来是疑问答问 疑问答问 所以也许贵院就直询行事法25条 第一项修正了 针定不得反质询 目的就是要禁止被直询疑问答问 而您的答辩书这样的一种辩解方式 我不禁有这样的一个疑惑 就是也许本项规定所要禁止的情况 就是您的答辩书的这种说法 这一段我觉得尤大法官打脸也打脸的特别特别帅 他说的这个疑问答问 不只是黄国昌 整个民众党他都是这样子 就是他不去就这个事情本身去解释去论述 那因为他论述不了 他解释不了 他没办法进行正常的对话 英文中有一个标准的一个词汇 叫做whataboutism 好像是 就是那个又怎样 大概我觉得翻译过来 应该就叫那个又怎样 那个呢 就等于说比如说 大家问中国说 维吾尔人被关入集中营 被种族灭绝 那然后中国人说 那印第安人呢 这个标准的疑问答问 他为什么会这样做 就是你看中国共产党 为什么要这样做 民众党 黄国昌为什么这么做 其实是因为他答不出 他没办法解释 他对维吾尔人所做的事情 不是种族灭绝 他其实解释不了 所以他就说那印第安人呢 是黄国昌他一贯所做的 那尤大法官他其实就是指出 就他连对宪法法庭的这个解释 都是在用这个 就是那又怎样 那个呢 用这种方法来回复 其实我觉得他这样都是 蔑视宪法法庭 他都在蔑视宪法法庭 因为你不可以这样子回答 这个是属于在吵架中都属于特别low的一种做法 就是属于人身攻击的做法 他不是在就这个事情本身去论述 而是就是那你还怎么怎么招了呢 这样子 就是街头混责 吵架的这个水准 然后关键是他把这个东西拿上宪法法庭 所要求的可预见性来讲的话 恐怕就适用对象来讲 他还是需要一个明确的定义 不然的话他不需要怎么样去接受质询 所以我想跟你确定一下 就是 你们现在可不可以给反质询下一个定义 或者如果你主张他是一个不确定法律概念的话 那至少要有一个概念核心 那概念核心是什么 能不能待会请您说明一下 如果按照你答辩人书同一页的第三到五行 让我引述一下 你说受质询的行政官员 应该要理性的为政策辩护 宪法及法律并没有赋予行政官员 质询立法委员的权利 被质询人致不得为反质询之行为 如果照这段话来讲的话 也许我的理解您是指反质询是指行政官员 质询立法委员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有点疑惑就是说 进步在提出的就叫于您了 鉴于我国不是内阁制 这点应该是清楚的 立委不可能是政策的制定或者是执行者 所以立委没有什么政策需要去辩护的 而目前的宪法跟立法院的质询行司法 还有议事规则 也都没有行政官员去质询立委的环节 那么这样的反质询如何可能发生 那如果不可能发生这种反质询的话 干嘛定这个规定 这我就越看越不太懂 所以待会请您说明 后续的状况呢 就是黄国昌无法说明 因为他说明不了 我来解释一下 其实黄国昌他真正要做的 或者国民党和民众党真正要做的是 是不许官员为自己辩护 他要剥夺官员为自己辩护辩解的权利 然后大家再回忆一下 昨天给大家放的 对吧 中天记者 记者问黄杰说 国民党立委王洪威说 你们带了锁将来开锁 然后黄杰说我们没有 王洪威造谣 我们没有带锁将 这是什么 这是标准的辩解 对吧 辩护 别人只称你做的 但是其实你自己认为 你并没有做的事情 这叫做辩解和辩护 对吧 这是很基本的一个概念 王洪威说黄杰带了锁将 黄杰说王洪威造谣 黄杰没有带锁将 这叫辩护辩解 因为整个这个事情 focus在谁身上 在黄杰身上 对吧 黄杰有没有带锁将 对吧 这是谁 是黄杰 所以说黄杰在干什么 黄杰在辩解 在辩护 对吧 不是说黄杰只称王洪威 对吧 如果是黄杰只称王洪威 那黄杰就在 直询王洪威 对吧 但是不是 黄杰是在为自己辩护和辩解 对 那然后这个时候 中天的那个记者说什么 你认知作战 对吧 你认知作战 对吧 所以其实说摆了整个蓝白 包括黄国昌在内 他们要剥夺的是一个人 为自己辩解和辩护的权利 这个都是属于基本人权 而且其实早在历史走入 民主这个阶段之前 那很早期人类社会 人类这个群体就意识到说 受害者必须要有自辩的权利 而这个法案本身 蓝白其实是要剥夺官员 为自己辩护的这个权利 事实上官员只能辩解 因为在立法院这个场域里面 就是官员为自己的政策辩解嘛 官员为自己的政策辩护嘛 而不是官员直询立法院 你做了什么 立委做了什么 对吧 立委是由谁来监督的 立委其实是由人民来监督的 对吧 就是立委的义政品质很差 那台湾的人民就行使罢免权 给他罢免掉 或者是四年之后把他选下去 对吧 那当然现在蓝白又要剥夺 台湾人民的罢免权了 对吧 想要做万年立委是吗 怀念万年国代的日子 去监督立委的是人民 监督立委的不是官员 官员没有在监督立委 对吧 所以说官员在立法院这个场域里面 他只能为自己辩护和辩解 他无法咨询任何人 他也不该咨询任何人 他也办不到咨询任何人 那他在这种交锋中 所体现出的攻击性 其实来源于他想为自己辩护 那就好像当黄杰说 王宏伟造谣的时候 他虽然看上去他很激烈 他的用词很激烈 造谣王宏伟造谣 但是他的根本 这个就是尤大法官说的 这个根本上 他的行为的本质是什么 仍然是辩护 那就好像如果有人说 张宏已婚 那我一蹦三尺高 我说我没有 我还没嫁人 对 这是你仍然是为自己辩护 无论你的情绪反应是怎样 你在为自己辩护 而从本质上 蓝白要剥夺的 其实是官员为自己辩护的权利 因为反质询这个事情 本身并不存在 所以我觉得尤大法官 把这个事情接出来 那黄国昌 当然他就是无法面对的 他无法解释 因为黄国昌 现在应该没有办法 向台湾冷却三百万人民公布说 我就要剥夺官员辩解的权利 可以吗 因为在我印象中 原始社会的 也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利 有的呀 那当然大家听不听 大家认不认同是一回事 但是你有为自己辩护辩解的权利 这一段洗脸 黄国昌洗脸的特别棒 而且特别特别深刻 他把这个辩解和质询 整个这个概念 就是赤裸裸的 就是展现在大家面前 让大家看到说 黄国昌真正要做的是什么 我觉得特别棒的一段 一段反应 但就可惜 像黄国昌这种人 大概出了扣帽子 他也做不出来别的什么 昨天跟大家讲了 这个五月天阿信 他在这个中国的 七七的这个纪念日吧 做了这个更多的 一个舔共的一个表态吧 那然后我看到就是有媒体报道说 这个五月天阿信 这句话再次掀起了脱粉潮 这个大批网友的翠 疑似遭到他的封锁 那说这个他之前说 我们中国人嘛 然后呢 在7月7日 在深圳的演唱会上说 为历史中奋斗的灵魂 掌声 被中国网友认为在讲七七事变 当天晚上还在微博官媒账号 央视下方留言说铭记历史 引发台湾网友不满 纷纷在阿信的社群贴文下方 掀起退粉潮 就等于说就是大家退粉 还要过去跟他说一声 就是说我退了 我为什么退了呢 是因为我讨厌你舔共 大概这个意思 网友呢 在9号的时候呢 就在翠上开始大量的贴 被阿信封锁的截图 为什么在翠上会发生这个事情 是因为阿信在7日晚间 在中国官媒央视微博写下 铭记历史自强不惜 让世界见证新世纪 就是这个 阿信写的铭记历史 自强不惜让世界见证新世纪 他写了这个之后呢 应该说就是没有克制 他在个人社群 翠和脸书上 晒出个人生活动态 他做了这样一个 舔共的发言之后呢 完全没有顾忌 台湾的五月天粉丝的情感 然后呢 就在个人社群上面 就是若无其事的 晒出个人的生活动态 那所以呢 贴文下方引来 大批台湾粉丝炮轰 说要脱粉 那然后翠上面的热门话题 就成了五月天主唱阿信 遭传封锁网友账号 有网友发文直呼 超好笑 天团主唱封锁我也 并附上被阿信封锁的截图 说文章曝光后引发热议 网友纷纷前去留言朝圣 说刚去试了一下 不到五分钟就被封锁 那蛮快的耶 反应蛮快 五分钟就被封了 有人说我也被封锁了 我叫他加油 一定要大红大紫 不要再当台湾人了 这个不是祝福吗 这个没有恶意啊 你看说叫他加油 叫他大红大紫 这不是祝福吗 然后还说不要再当台湾人了 那本来就不是啊 阿信说了我们中国人呢 阿信说了我们中国人啊 说了你是中国人 你不是台湾人 这不是你的愿望吗 这个网友这么友善 怎么也被封了耶 有人说笑死 他怎么越来越歪 喝豆汁喝到坏掉了吗 有人说我就回了一句 也被封笑死 有人说他今晚彻底发疯 跟在中华民共和国 久了就疯了 对就大概这些 你看这个说超好笑 天团主唱封锁 我也你真的没救了 五月天 就早就没救了 现在脱粉也是可以的 就是以后五月天 回到台湾的时候 应该还是会有一些人支持他 像这个爱中国的这些人 对吧 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些人 可能还是会支持他 但是至少在台派这边 我觉得希望大家都认清他吧 对就是他就是没救了 真的没救了 真的没救了 那然后有人说是摧坏掉 还是我真的被封锁 处于一个就是不太相信的状态 有人说背报 你怎么可以封锁我 阿信我们不是关系更好了吗 这个很好笑 这是酸 这个是阿信这边的反应 就很少有人能够在 舔贡这条路上回头 真的蛮少的 就是五月天应该是一条路走到黑了 如果有五月天的粉丝的话 就请你们尽早脱粉吧 少伤点心 对吧 考虑 好了 好